我们都是这样子 所以说的话 我们只要这样子去打球的话 我们永远处于打乒乓球的最低级状态 用手打球 动作用手打球是最低级的 用脚打球是高级一点点的 用身体打球的话 就是更高级一点的 用脑子打球是最高级的 它分为四种 很遗憾很多球迷朋友这样子办 这样的时候 它绷不减 它没有身体 更没有步伐 所以说它老是处于第一种状态 个别球迷可能聪明一点的话 它会勾勾用用手腕 它成为业余中的脚脚子 大部分的球迷只会挡挡 啪啪挡挡挡 打完以后就这样子 反正命中力很差了 它远远上升不了 就是因为它打球的时候 它的重心后坐 核心收不紧 核心收不紧